南投县国庆乡长邱浦生18号率团到花莲市 参访由六星级社区美誉的碧云庄社区 市长魏佳贤亲自欢迎贵宾到来 并表示曾经获得行政院国家永续奖的肯定 在礼民齐心的打造下 碧云庄不仅营造出社区内的室外桃源 更充分展现社区自治的特性 希望透过彼此的交流 让国庆乡公所此行有丰硕的成果 南投县国庆乡社区参访团 包括了乡长邱补生 相待会主席林东翰 副主席陈春筹等一行80人 18号上午抵达了国庆礼碧云庄社区 受到市长魏佳贤 还有社区协会伙伴们的热情欢迎 市长魏佳贤表示 花莲市有44个礼 总计有29个社区发展协会 但是碧云庄社区发展协会成立的很早 曾经在十多年前就获得行政院国家永续奖的肯定 因此这也是国内各县市指定参访观摩的指标社区 那自从有了社区发展协会之后 用徒手的方式自己来做 号召所有里民的力量 本来活动中心没有 他们自己找了经费跟公所合作 慢慢把这地整出来 整出来之后 开始来做一个我们活动中心的建制 那有的福气站 有的资讯站 接着有的图书馆 那让这个社区更完整 我相信在之后的接任的刘宏理事长 他有新的想法 又争取了很多永续的一个经营 也得到环保署 还有各个社会机构的一个认证 那我们在此要谢谢他们过去一直努力 把社区打造得非常非常好 那我们毕竟庄社区发展协会 得到国家永续奖 那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得奖的认证 那也是我们花联有44个里 花联市44个里里面 有29个社区发展协会里面 非常重要的指标 不只是花联市 也是花联县非常重要的指标 那我们希望有机会 我们也能够跟蓝头国庆乡 来做一个更密切的交流 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经验分享出去 国庆乡长邱补申表示 这次参访了两个社区 每个社区都有特色 不过充满了活力的避孕章 让人印象深刻 尤其是关怀据点内容 相当值得他们来学习参考 我们这两天一路走来 我们参访了两个社区 但是觉得这个社区 是最有活力的一个社区 当然每个社区都有每个特色 资料我稍微看一下 你们的关怀据点 真的做得相当的不错 而且你们有六天 从早上九点就开始 而且八点到九点还有太极全 这个刚好符合我们国庆乡的一个特色 我们国庆乡的特色是 山多平原扫地广人稀 还有一个就是人口老化相当严重 我们国庆乡的人口老化到达百分之二十多 将近二十一啊 二十点几 所以关怀据点这个工作 是我们真的要好好学习的部分 市长温家协和国庆乡长邱补生 也互赠纪念品和伴手礼 碧云庄社区发展协会也向国庆乡参访团 简报了社区发展的成功经验 并且带领团员进行实地走访 让这场跨县市的参访更加充实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